相信彰化今天新增了4例确诊 还有一例死亡 累计死亡案例数已经来到了5位 而新增的确诊4人当中 包含了麻将牌咖链有一人 另外两个是医院传染链 以及一位是詹泽医院的护理师 他也确诊感染了 卫生局长叶燕博坦言 从过去的个案显示 的确是有医院群聚的感染现象发生 幸好有控制下来 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 举办40年的鹿港端午节活动 也首度停办 我们今天新增了有4个病例 彰化赛新增4名确诊个案 包括麻将牌咖传染链一名家属 另外两名南彰化医院的传染链 其中一名是出院后到某洗肾中心 洗肾的60多岁男性患者 以及另外一名确诊患者同住的家属 还有一名北彰化某医院专责病房 20多岁的护理师 主动筛检确诊CT值31 这个护理师有打疫苗 那这个CT值蛮高的 所以看起来他在病房之内的传染性 没有那么的高 要注意的是他的那个个人的接触者 下班时候有一起在做社交互动的 彰化确诊个案已经来到247例 其中医护人员已经有4人 而死亡个案也再新增1人 这是一名在医院感染出院后追踪的 70岁女性洗肾患者 5月27号到5月29号住院 5月30号发病 6月6号确诊6月12号死亡 年纪是70岁 然后又是有这些慢性病 本来就是有比较高的这个重症 跟这死亡的风险 张华累计死亡个案来到5位 包括4名水果盘伤传染链 以及一名医院感染个案 就怕疫情扩散 一年一度的鹿港庆端阳活动 40年来也首度停办 我们在外面打拼的彰化乡亲 收起了私乡的一个情感 配合我们防疫就地过节 谢谢你们 避免群聚希望将疫情控制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疫苗 县长王惠美也再次呼吁民众 一到六类符合施打的民众 请尽速施打 绝带羊猫 张华报道